讲白话,支持粤粤,自己有点 Hello大家好,我是大面妹 讲了几期粤粤正音,是时候正正经讲粤粤政治 早几期不正经嘛 算了,有它吧 为了令大家可以花少时间,学到更多知识 所以就免得说这么多 其实是不知说什么 第一个,形容到处走动,无处不入 用粤粤就可以叫做捐洞捐 为什么会用这个转呢? 转字取其易有穿过进入的意思 文读尊,或者尊,口语读成捐 捐字在康熙字典,唐韵里有记录到 借官切,乘韵,运回,正韵,早官切,任尊,说文,所以串也 这个捐字在素色的气阵,乾舟,持运至监佬里有一句 窗间弹见,迎尊子 这里的尊,即是捐的意思 包括普通话说的尊尊专 即是相当于我们说的捐入去的意思 至于这个洞字,虽然有点难写 不过的确是本词 窗字普通话读龙,粤语,是孔粤的意思 即是孔动的意思 习惯写成这个龙 但是这个龙字本意是指煤矿坑道 或者龙起突出的意思 并没有孔动的意思 所以平时我们说的窗的本词 即是这样写 至于那字,很容易理解 即是涅逢的意思 我们平时说的窗隙就是窗 后来鱼窗窗窗窗窗在旺库地区 也引伸出很多种用法 第一种是比如去删卡 或是各地楼找东西 我认识他,菜腩嘛 他出了名,喜欢鱼窗窗窗窗楼找好东西 他是你亲戚吗? 也可以用来比喻找各种关系或者走各种门路的意思 譬如说 那张气飞带他啊 我转转转转才能够回来的 外面没得瞒的啦 第二个 形容一个人笑得很假 皮笑肉不笑的猫样 一副鳄鱼逢城的样子 这个时候就可以说他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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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笑得杂熟狗头那样啊 大家应该有见过杂熟之后的狗头是会 咦起朋友 好像笑那样 但是被人吃下肚又怎会开心呢 所以广夫人就用杂熟狗头来形容假笑的意思 说回杂字普通话两个读音 可以读耶 爪 粤语可以读渣 也可以读杂 杂字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指加工金属器物,洗其油光砸 第二个意思是指将食物放入油或汤中,代忽而出,清之为杀 譬如说杀熟果精 在通俗编习字里面也有一句 金耳食物,纳油及汤中,一忽而出,虐杀 这里的杀都是指一种摊氧方式 不知道大家今天杀了什么呢? 平时生活上可以这样做 哇,朱鸿榮,你看这些虾兵鞋像,人多就行了吗? 人多杀狗不腍啊 除了杀熟狗头之外,我们还可以早词为杀熟狗头,或者杀昂,都是用这个杀 哇,你真是杀昂的?照完松怎么可以的? 第三个,形容好似比较骚的东西,驱仔一样 不自觉地做一些原本不想做,或者没想过要做的东西 用粤语就可以叫做神推鬼推 这个推字很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是用这个推 根据广东族语口里面有记载 以手推门,若推,说文,勇,勇也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用这个勇 勇字,普通话两个读音,可以读,勇,可以读,勇 粤语,读,勇,后来转音读成了勇 这个勇字在广运里面有记载,勇,他也 习运,勇,逆,逆,勇,他也 搏,勇,推,也 两个勇字都有用手推 无论是因分义分都相符 那你又偏向于哪个多一点呢 欢迎底下楼的言 昨晚喝大两杯 都不知道是不是神推鬼 推入了强奸房 放心我叫,我不会召元松的 不是说要大家每个粤语字都写得对 但是广府致词言推真的很不容易 希望大家在学习普通话之外 还要理性地支持粤语,保卫我们自己的母语 好了,到最后 解答网友邓笨笨的提问 这位女性Yammi的粤语怎么说呢 Yammi用粤语就叫做羊蜜 和沉蜜的蜜是同音 这个蜜字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指覆盖 第二个意思是指数学上一个数字 成若干词的形式 譬如说蜜痴 好了,到最后揭曉上一期的答案 就是最后一个老友 这位只不过是某一部电视剧的角色 很多人认为是羊虎 羊虎是三国末期西晋初期的人 判穿两个朝代 所以羊虎都是三国人物 到最后又到我考虑你回头 知不知粤语讲的毛管动是什么意思呢? A.好多毛 B.好动 C.好害怕 D.好痕 什么选项来的 知道答案的话,底下留言 好了,今期的视频暂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